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位于缅甸东北方向与我国云南地区搭建的果敢了 这里的总面具大约有3000平方公里 人口总数也是高达20万之多 这里的人从小就将汉语当作他们的母语来学习使用 由于跟我国关系比较密切 因此他们的电力设施 通信设施 都是靠着我国的援助建设起来的 据了解果敢原本并不属于缅甸 而是我国云南边陲的一个城市 后来才被当时驻扎在缅甸的英国殖民者 通过不平等条约割了过去 英国人在这里大量种植因素 来提炼鸦片 谋取暴力 后来殖民者走了 他们也还延续着种植因素的传统 直至缅甸颁布禁令禁止因素 他们才转而向博彩业发展 并一举发展成了人们口中的小傲们 不过话说回来 想去国敢旅游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 由于这里的道路异常崎岖 因此最好不要贸然驱车赶来 最好从当地人家里租一匹马或者骡子来逮捕 怎么样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哦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